人心去去弯弯水 势路重重叠叠山 好事总得善人做 哪有凡人 做神仙 天也不早了 人也不少了 鸡也不叫了 狗也不咬了 紧打家伙 当不了唱 烧热的锅台 当不了炕 咱们又开书了 您还别说 这连着好几期呀 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说 尤其在家里边说书 觉得很轻松 但是我也是非常想念 现场的观众 没有你们起哄啊 我老觉得闹不起来 不过呢 这是各有利弊 今天咱们这书 叫什么名字呢 可这好了 正能量 你要记住这个书名 叫弹行好事 有人说听这名 怎么这么熟呢 对了 以前我老说这个 我一说呢 八个字 担行好事 莫问前程 那么咱们这个书呢 就叫担行好事 那 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明朝 明朝 洪志年间 发生在江苏太仓州 这个地名叫太仓 不是一般的仓 太仓了 江苏太仓州 我们的南一号 故事的主人公 是太仓州衙门的形防疏力 这人姓顾 叫顾芳 芳草的芳 三十来岁 人非常的好 忠厚 善良 热心差 这个过去来说呀 身在宫门内 必定好修行 尤其人家说这个 六扇门里呀 所谓的六扇门 指的就是衙门 衙门口是六扇门 在这里边上班人呢 要想修行 想做好事 这个是非常容易的 在这里边呢 天长日久了 尤其封建社会的衙门呢 难免人们都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毛病 但是顾芳这个人没有 秉性纯真 特别的善良 犯法的不做 犯物的不吃 这个心放的非常的正 在衙门里边 找这么一个处 不容易 他经常啊 要各处公干去 这个玩意 他太苍州地儿也大 他不能老在衙门里待着 有的时候有些个公文呢 他需要亲自去跑一跑 这其中就不可避免的 要出城 那个年头啊 这个城啊 跟现在不一样 城来说有城门 而且最要紧的呢 每天必须要关城门 问题就来了 如果说顾芳出城公干 事办完了 打算再回来 就未必回得来 城门关了 那怎么办呢 就得找这么一个地儿 借宿 一般来说呢 像这种差人呐 刑房疏离 都是住店 但是呢 顾芳是长年跑外 他有这么一个落脚点 不住地儿 他有一好朋友 谁呢 就在城门外边 有这么一家三口 本家是烙大饼的 老两口带着一闺女 这老头啊 得有个五十来岁 闺女没多大 十七八 哎 加上自己的老伴 三口人过日子 这烙饼的老头啊 姓江 叫江荣 荣华的荣 姓江 他烙饼烙得好 十里八乡 你别看别人也烙饼 没有他烙得好 这个饼烙得 又有层 你说那个酥 你说那个皮 不管是家常饼 还是葱花饼 还是油酥饼 还是什么 这到他手里边 那个面呢 那就是有了精神一样 烙得好 他家里边祖传的 把他爷爷那辈 就烙饼 烙饼世家 大伙都爱吃 他经常了 自己跟着烙饼 列位 不是我吹 你们尝尝 你们看看别人那个饼 往嘴里一嚼 加上上下嘴唇 加上这饼 一共是三层 你看我这个 我这饼 撕开你看 十多层 这是真是会烙饼 可惜了 可惜我就是个烙饼的呀 就有那朋友跟他开玩笑 怎么着 烙饼烙那么好 还不知足吗 还可惜你是个烙饼的 难道说你还有什么大的愿望吗 江荣也乐 那是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谁都希望好啊 当了县官 别人当知府 对吧 我们这个烙饼的也是有自己的愿望啊 但愿我能实现 朋友们就乐 江荣 你到底有什么愿望 不能说不能说 说破了就不灵了 哎呀 你能有什么愿望呢 哎 大伙一乐 所以说时间长了呢 顾芳跟他是朋友 哎 爱吃他烙着饼 有时候经常的出城工干 啊 回来之后晚了 也不住店 就奔江家来 江家也不拿他当外人 特意的收拾出一间屋子来 给他准备一套铺盖啊 他又回不去了 就上这来 江荣给烙饼炒俩菜 喝点酒 这一聊天 一睡觉 天亮开城门 再进太仓州 所以说他一晃啊 他跟这烙饼的这江荣啊 关系很好啊 有这么三四年的焦情 这一天 清晨起来 江荣这收拾东西 准备和面 这要忙活着 规律呢 拿条件跟着扫地 老太太收拾屋子 准备一会儿啊 把火捅开了 烙饼做生意 就这会儿功夫 就清白点 脚步声音 很乱 这一抬头 来了十多个公差 一个个胸眉立目 拿铁链 来了 江荣吓一跳 几位头 您这个 叫什么名字 叫江荣 叫江荣啊 干嘛的呀 捞饼的 都捞什么饼啊 什么饼都捞 葱花饼啊 油酥的 椒盐的 芝麻的 家常大饼都捞 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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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想想啊 你还干过别的没有 我没有 我就就一直是捞饼 你好好想想 我好好想也捞饼啊 啊 我们家这家传地 你从我爸爸到我爷 我们家都是捞饼的 你就没打算干点别的吗 是几位爷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有我的愿望 但是我不能说 说出来就怕不灵了 喝 今天就灵了 哈哈哈哈 锁上 滑了 嘎嘣 大铁链子往脖子上一套 江荣害怕了 哎呀 几位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太太也出来了 姑娘也出 您几位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那得问他自己个儿 我们哪知道去啊 这回你算是混整了 啊 这个 跟我们 衙门口打官司 别别别 我没有威非作歹的事 那是你的事 见老爷说 就根本说没用 正乱智的 犹大这边 顾方来了 哎 哥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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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方过来了 这一瞧呢 都认识 有话 顾爷 怎么您来了 哎哎哎 节节 别着急 别着急 怎么了 这个公事 老爷让带他 啊 这个江荣 就是他 哦 是这样 他跟我是朋友 是哥们 啊 那个人很老实 啊 特别好 这个不可能 为非作代 您几位 多容情一二 哦 顾爷 跟您是朋友 跟我是朋友 跟您是朋友 这个咱们好说 哎 该关照关照 咱们都是自己人啊 咱们都是一磨子的啊 但是 老爷说得带也得带 这会儿把它卖了 没法交代 我知道 我知道 不好意思 你们把铁链子先摘了 我跟他说 哦 好 来 给他解开 都是衙门口的自己人嘛 啊 这过来 一开始我把链子摘了 哇 那个 您没事吧 江荣 我眼泪都下来了 我我这 我都快吓死了 我能没事吗 我这 我这 我不知道我犯什么 我没干坏事 你别担心 都有我呢 啊 呃 待会我跟你去 好不好 他的 我说 我我害怕 别哭 没事 哥几个 咱们走 好不好 走 我跟着一块 啊 这事有我呢 哎 那成 那成 看顾爷的面子 这是好说啊 江荣 走 跟着走啊 别闹 别哭 没事 走走走走 这回过头来 又安慰老太太 安慰姑娘啊 别害怕 不要紧 屡屡行行 这一行人 就来在了太苍州的衙门 来到这呢 天就晚了 找一班房 您哪 跟这先忍一休 也别上别厨去了 啊 来给倒点热水 给买吃的 我吃不下去 你吃不下去 你也得吃 你踏实住了 啊 都有我呢 哥几个 替我照顾点 这是咱们朋友 啊 好嘞好嘞好嘞 小伙子们 跟这照顾着 顾芳 奔后边 找大人 太苍州的支州啊 正看案卷了 啊 坐在屋里边 听着门口有人喊 回市 进来吧 哎 一条连笼 顾芳进来了 参见大人 顾芳啊 是 天都晚了 你干嘛来了 是这样的 文庭大人命人 去带人犯叫姜荣 呃 这个人是我的朋友 忠厚老师 请大人问的时候呢 哎 您网开一面啊 不要过分的恐吓于他 下力多嘴啊 老爷您开恩 客气客气 啊 大人听完了眉头一皱 叫什么 叫姜荣 我心里有数了 你去吧 谢大人 顾芳出去了 老爷心里边不痛快 你明目张胆的讲人情啊 这些年 在太苍州的衙门 顾芳没给人讲过情 都说你忠厚善良 今天 竟然说的这么直白 那不用人说 你这是拿人钱了 明天升堂审安 我得看一看 看看这个姜荣 到底怎么回事 啊 为什么要带姜荣呢 就因为最近拿货了一批江阳大盗 这个大盗的头咬出来了 我们这些年 所有偷来的抢来的 黄金万两都藏在姜荣这 他是窝主 所以说老爷命人去带姜荣 这今天晚上又把案卷看了一遍 心说明日上堂 我得看一看 什么样的人吃得雄心暴胆 竟然敢窝脏啊 等着吧 转过天来 清晨起来 顾芳先上班房 头天晚上给安排着 背过褥子呀 让老大饼的姜荣 跟着踏踏实实的睡一觉 睡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 睡不踏实 一会儿咪灯一会儿醒 这等着打官司 你别害怕 不要心的啊 早饭我都给你准备 来吃吧 这吃着喝着 吃不下去 叨了两口我就撂下了啊 一会儿上公堂 有我呢啊 你踏实住了吗 堂上就准备一切 功夫不大 太仓州的支州转屏风入座 那么顾芳呢 他是刑房的疏离 爷子在堂上 还没等大老爷说呢 他又特意的说了一句 大老爷 待会儿审问江荣一案 请大人仔细的问来 大人心里边就别扭 你有完没完 嗯 竟然在公堂上明目张胆的问 敢说这个话 大人一回头 顾芳 他给了你多少钱 嗯 你竟然 在公堂上给人犯讲情 启禀大人 卑职没有受贿之心 而且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只不过我了解他 请大人明察 好了 我知道了 是 谢大人 来呀 带江荣 带江荣 这地下 一大帮人跟着喊 倒不是为了吓唬你 这是老爷的堂威 有咱们外头 把烙大饼的江荣带上来 来到堂上 跪跪跪 让他跪 这个江荣很听话 不是跪 是趴那 骨头都酥了 一个烙大饼的老头 他哪见过这世面 趴在那浑身哆嗦 两旁边的拆连线 往起舟 跪着跪着 不是趴那 我这浑身都软了 跪好 请兵大人 反人当面 抬头 江荣一抬头 大人看着看 你叫江荣 跟您说我叫江荣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是老大饼的 烙饼的 是 家里有没有黄金万两 大老爷 借您急言 我倒愿意有 我都没见过 我们家 我跟您这么说 前些年吃饭的时候 都吃黄金塔 只不过这两年 算是好点了 不吃黄金塔了 您说那黄金万两 我没见过 大人没听明白 黄金塔是什么呀 什么叫黄金塔 老爷跟您回 就是棒子面的窝头 那叫黄金塔 哪儿见过黄金呢 我问你 你做过什么 为非作歹的事情吗 跟大人您回 我从来是不敢的 我胆小如饼啊 怎么胆小如饼啊 我跟您说 煮出来好几位 就是烙大饼的 那个饼 那个面团在我手里边 怎么捏 怎么敢全行 我跟那个面团是一样的 我软乎极了 我不敢干坏事啊 哦 你不敢干坏事啊 行 刚才 顾方给你讲人情了 你们两个人私交不错呀 跟大人您回 顾爷跟我这好朋友 他每次出城公干 回来时候都住在我那儿 我跟他一块聊天 我跟他一块聊天 我们俩很对脾气 啊 哦 这个这次打官司 你又没有给他钱呢 买一栋 他替你讲人情 哎呀 大老爷 冤枉啊 你要这么问 您还不如杀了我呢 我跟您这么说 他之前每次出城公干 住在我那儿 吃饼给饼钱 啊 借宿给房钱 我不要 我说朋友 他说这不行 公事公办 他可是个好人哪 啊 而且这回这事 说句实在话 是人家主动要帮着我的 还一劲安慰我 我们之间没有这个钱的事 老爷 您大老爷 您您您 多恩典吧 多恩典吧 哦 好 嗯 这一回头 在老爷公安旁边啊 站着一个差人 老爷一点手 你过来 是大人 你跟姜荣 把衣服换一下 哦 是 这差人就脱 把自己的衣服脱了 帽子摘了 有人把姜荣架起来 换换换换 不是 我换你穿 他那事 我不敢 让你穿就穿 把老头这事 一整扒起来 俩人换一下 换完之后呢 哎 给他是头戴大帽 身穿青 不是牙翼就是兵 啊 大人一指姜荣 来 站在我这案子旁边 哎 哎 好 您呢 就站在这 这手扶着 这手扶着案子边 直哆嗦 大人说 你别哆嗦 不是我害怕 你站着 你别说话啊 告诉那个差人 你穿好了吗 这个差人 把这个姜荣这身衣服 全穿好了 来 你跪呢 他往这一跪 大人这才吩咐一声 来 在江阳大道 功夫不大 犹大底下 来了七八个江阳大道 往堂上一走 一个个儿 撇着辣嘴 喝 笑吗 嘶的啊 根本就不害怕 带上堂来往这一跪 给大人磕头 给大人请安 大人一瞧啊 这几个人的脸的状态 犹嘴话舍 就知道不是好人 哎 二等局势江阳大道 我来问你们 哪一个是为首之人 就是你们谁是那土匪头啊 正当中跪这个 大高个四方大连 嘿嘿 大爷 我就是 他们都是我的弟兄 哦 呵呵呵 你好大的胆子 哎 大老爷 胆小 闹不到这儿来哟 好 我来问你 你们这些年 打家结社 有多少东西啊 有多少金银珠宝啊 哎 我们这个钱哪 来了就花 但是呢 那整金子我们也存起来 算了算大概有黄金万两啊 嗯 你这黄金万两都存在谁那了 存在城门外边烙大饼的江戎那了 他一个烙大饼的 他怎么跟你们混在一起呢 哎呀 大老爷 这您就外行了呀 他这个烙饼是掩护 他是我们的实际上的老的哥 我们全听他的 每次不管是杀了人了 放了火了 抢了东西 哎 只要是真金白银都得送他那去 这些年大概算了算 多了不敢说 黄金万两得有 大老爷点了点头啊 黄金万两可是不少啊 你呀来呀看 拿手一指 底下跪着这个假姜戎 这差人装扮 他就是烙饼的姜戎 你看是他不是 哦 我看看 这土匪头一回头 哎 大老爷 就是他 他就是姜戎 烙饼的万两黄金都藏在他那了 杀人放火都是他的主意 太仓周知周乐了 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哪 你仔细再看一看 我甭看就是他啊 碾成了骨头 我也认识他这个粉 没错 他就是烙饼的姜戎 大人拿手一指 世界之上同名同性之人甚多 人命关天不能瞎说 你往这儿看 一指这个 真姜戎 站在旁边 穿得跟差人一样 站着直哆嗦 大老爷一指 他也叫姜戎 你看看他 是不是你们那合伙的呀 土匪头一看 哎 不是不是不是 你这哥们啊 年轻有威 有人才 这以后人家 还有一步好运呢 哎 他不是不是不是 大人乐了 哈哈哈哈 大胆的狗才啊 你们这是分明受了别人的所使 陈陈岂有此理 他 才是烙饼的姜戎 那是老爷我的差人 你瞪着眼说下话 来呀 这一干人犯扯下去 重则死实 定轴收监 差人们过来 如狼似狐 来着各位 走走走 下下下下 这边也打来 摁着堂下 劈着怕着 劈着怕他 这顿打呀 吩咐堂上真假姜戎 来把衣服换了 衣服换回来 烙饼子姜戎 跪地儿 委屈都不行了 大老爷 您看如何 大人点点头 嗯 看起来 你是有仇人哪 这是买通了他们 我问问你 谁会干这种事情 你有没有仇人哪 跟老爷我说说 大老爷 我觉得就别问了 怎么别问了呢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 因为咱也没逮着人家 也不知道到底是 谁花这个钱 买通的这些个 江阳大盗 冤枉于我 但是呢 人家恨我 肯定是我做的不对 我如果一说出来 大老爷 您把他再拿来之后 或打或杀 这个东西 冤家一解 不一揭呀 老爷 这事就算了吧 这些个强盗 这些个强盗 您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我这个没事 我就得了 哈哈哈哈 果然是一个老实人 是是是 我是个老实人 我都快吓死了 嗯 来吧 叫他拒绝 下堂去吧 回去好好过你的日子 谢大人 愿大人 恭候万代呀 磕头 这磕完头 往外走 这一出来呢 顾方就跟出来了 行嘞行嘞行嘞 太好了 这就行了 踏实住了吧 一天云才散 老饼的姜荣 一转身跪去了 顾爷 我怎么谢您 我说实在 要没有您 我就算是完了呀 我真的 我这条命 就扔在这儿了 我这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你别说这话 咱们自己的哥们 自己的好朋友 没事没事 送您回去吧 别别别 不用了 我自个儿能回去 你哪天得功夫 您穿门去 咱们再细说 哎哎哎 老头回去了 昨天来的 今天回家 一到家 老太太跟闺女 这儿等着呢 一家三口 抱头痛哭 这就算不幸中的万幸 擦擦脸 坐在这儿喝口水 就说这事 怎么处理的 就这一讲 上个堂去 人家顾方 怎么求的情 老爷怎么出的主意 到最后 无罪释放 哎呦喂 老太太呀 一劲儿的呀 双手合十啊 老天爷 这事多亏了人家 顾先生 要没有人家 咱们就完了 可不吗 你最起码来说 把老头拿到那儿去 得拿问在间呢 不能让你在 搬房睡觉 到那儿 一进门 得先挨顿打 打完之后 在这个南监里边 其他的犯人 也得打你 这个岁数 连着挨几天 而且这案子呢 就没个头了 当玩 两年三年 而且他这个状态 未必熬得到两三年 也许就死在里头了 老头一死了呢 胜着娘俩 家破人亡 这日子就没法过 所以等于是 人家救了一条命 哎呦 一家三口 真是千恩万谢 当天傍晚 顾方又来了 出城啊 来看看江戎 买的点心 买的水果 买的酒 拿着进来 怎么样了 歇过来了吗 哎呦 哎呦 这个顾爷您来了 我看看你来 哈哈哈哈 买点点心 买点水果 给您压压惊 哎呀 你怎么还给我买东西 我应该看您去 快走快走 没这么些事 我们这一家三口 真是 我都不知怎么谢您了 要没有您 我们这日子就算完了 哎呀 顾的爷 您是我们家救命的活菩萨 可别这么说 可别这么说 挺好 而且确实 你也没有文非作歹的 老话说了对 心里没病 不怕冷年糕 是不是 没事没事 好好歇着啊 什么事都没有 说完了呢 顾房就走了 晚上 吃完饭 睡觉的时候 这老两口子在屋里边就聊天 姑娘单独有一间房 老两口聊天 老头跟着 老婆子 咱们捡条命啊 是啊 可不捡条命吗 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呢 嗯 您说顾的爷 是啊 顾方真是好人 咱们 咱们应该报答 报答人家 啊 那你说咱怎么报答人 是 咱刚才我就琢磨 你说咱买东西 买什么东西 人家能稀罕呢 何况咱家 也确实没有什么 啊 我就是一个烙饼子 什么都没有 我倒是有一想法 啊 有一个愿望 我到现在我的愿望也没实现 哎 老头子 到底你什么愿望 你这 跟我说了半辈子 你也没告诉我 嗨 我这你说你也甭问 我就说人都希望好 我也希望好 希望我有一个大的愿望实现 现在别说实现 今儿差点命都没了啊 我那个 我现在就想怎么 谢谢人家顾的爷 那你说吧啊 反正买东西是不行 我想来想去 有一个主意 我想跟你合计合计 啊 啊 你说吧 哎呀 咱们这闺女啊 也不小了 说句实在话 我是真疼她 但现在姑娘这个 十六七了 身大秀床 也不能老留在家里吧 一直想给她找一好人家 但是你说哪有好人家 是不是 特别有钱有势的呢 人家未必瞧得上咱们家 就烙大饼的孩子 可是你说 又差一点的吧 我又舍不得 不愿意把闺女送过去受罪 我今天想了又想 咱们不行把闺女 咱们就送给人家顾的爷得了 啊 顾的爷有媳妇啊 啊 我知道有媳妇 咱们就让他收个偏房吧 啊 因为那个年头封建社会啊 男的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不行 把闺女给他做个偏房 他这个人是个正人君子 这样的话 一个是咱们也算报了恩了 再有一个呢 闺女也算找一个好主 老婆子你说行吗 行啊 啊 我也是琢磨这个事 对闺女来说是好事 就是不知道孩子乐意不乐意 明儿问问吧 他要是乐意更好 他不乐意啊 咱们会再想别的主意 行 转过天来 啊 吃早饭聊闲天 说来说去 老两口子对视一眼 说吧 说吧 哎 闺女啊 今天您什么事 我跟你妈 商量了一下 啊 这个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啊 老大家里也不是事 准备给你找个人家 这个人家呢 你还认识 就是 顾的爷 顾方 人家对咱有救命之恩 我跟你娘也是无以为报 啊 想来想去呢 嗯 就想把你啊 给人家 人家顾的爷呢 嗯 家里有媳妇 你也知道 顾了奶奶 啊 说人很好 想让你给人家做一个 偏方 当然了 当然了 这是爹妈的主意 同意不同意的呢 还得看你 你要说乐意呢 哪得最好 你要说不愿意呢 爹妈也不强求你 姑娘听完了 点点头 嗯 我听您的 我听您的 爹 这个 顾的爷人非常的好 咱们这些年所接触的人里边没有比他更君子的了 这个人是真疼人 我相信我去的话 人家家里也不会对我不好 又何况 咱们又能报恩 啊 爹娘 我愿意 我愿意 那什么 嗯 您看着办吧 哎 好孩子 好孩子 我闺女是真听话 行了 要这么一说呀 爹就同意了 啊 就商量好了 啊 过了没几天呢 顾方就来了 出城工干 晚上就住在这儿 吃晚饭的时候 姜荣就聊天 顾的爷 哎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好呢 顾方乐了 我有什么好的呀 啊 不是 若心茬 人很善良 尤其是您这个人 人性 品性 难得这么正 顾方摆着手 哎 您给我讲了 我其实啊 所作所为 无外乎是规矩两个字 啊 可能你们觉得我如何如何 但是我做的是应该的呀 人不就应该这样做吗 不知道了 您怎么夸我 哎 挺好 我们没见过您这么好的 啊 我就说我就是一个烙饼子就完了 真的 我要有一天实现了我的愿望 那我得加倍的对您好 你老说这个我认识你你就说你说你有一个愿望 真格的 这个您到底有什么愿望啊 不能说 说了就不灵了 反正我人都有一想法呗 我想跟您说个正事啊 您说什么事 有什么事我能给您帮忙的吗 不是不是帮忙 这个事倒简单 只要您一点头这就成了啊 那您说吧 哎呀 那个 哎呀 这回这事啊 您救了我 您也救了我一家子 我也是实在没有什么可报答的 我跟老婆子合计了一下 买东西呢 也拿不出手去 别的呢 也实在是不像话 最后我们老两口子这么商量了 打算把我那闺女给您做一偏方 顾的爷 您千千万万 您得同意 哎 这可使不得 顾方连连的摆手 不行不行 要那样的话 我不就成了趁人之危了吗 这不行 又何况我家中有妻事 我们两口子过得非常的好啊 哎呀 这个事万万使不得 以后给闺女找一个好人家啊 而且你看 爱娘这个母样 这姑娘的爱娘 爱娘这母样啊 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一定会找着一个合适的丈夫啊 我可不能耽误她 我不能不能 哎呀 你看哎呀 咱不说了 你要这么说 我我走了 哎 好好好 当天就没说什么 转过天起来 顾方又去公干 这一家三口 聚在一块 上这事 人家不要啊 嗯 人家不要 这怎么办呢 老太子说 他是不是嫌 咱们孩子不好看呢 姑娘扫的脸都红了 老头说 不是不是 你看我姑娘多好看 啊 呃 他就说明 这个人哪 真是个正人君子 人家说话 说得对 我要是答应的话 这算趁人之威 但咱们是发自肺腑的愿意把闺女给他呀 老太子说那怎么办呢 咱们这样啊 愣往家里送 送到家去 他就不能不同意了 找这么一天 闺女捣饰着干个尖尖 漂不亮尖的 咱们弄个轿子 一家三口 使人家串门去 我知道咱们家住哪 咱们进城 到他家去 做客 走的时候 咱老两口子走 把闺女留下 这不就得了吗 好不好 老太子说 行 我听你的 不要愣给 啊 闺女你同意吗 我听爹娘子 好家伙 这家人家啊 铁了心了要报恩的 过了几天 这天也没什么事 咱们就今儿吧 今儿日子不错 闺女换换衣裳 捣饰捣饰 化化妆 戴上花 嘿 不能说月里嫦娥 最起码也是一等一的人才 提前呢 雇了一乘小轿 啊 闺女上了轿 老两口子准备齐了 又准备点点心 准备点水果 一家三口 进城 上雇方家 串门去 来到这儿呢 哎 赶巧了 人家老两口子都在 啊 很热情 哎呦 一家三口快来吧 啊 这儿进来 姑娘呢 就跟顾的奶奶聊天 顾方的媳妇很敞亮 说话也痛快啊 聊天 顾方在这屋呢 跟老两口子 说闲话 喝点水啊 什么的 聊着啊 临走的时候呢 站起来老头说 今天我们是一家三口来的 顾的爷 明人不做暗示 跟您明说了 就是送闺女来的 啊 我们俩走 就把孩子留在这儿了 您呢 呃 也别客气了 啊 踏踏实实的 以后咱们就是实在亲戚 说完之后 老两口子 扭头就跑 走了 顾方直跺脚 哎呦 哪有这样的 您这个不行 快回来 人走远了 再到这屋一瞧呢 大奶奶跟爱娘 俩人聊得挺开心 啊 正说话呢 这一进屋 喊自个儿媳妇 你来一趟 哎 媳妇出来了 怎么着大爷 这老两口子 实在是太客气了 太热情了 什么事 就把这事 从头之尾 说了一遍 说现如今 啊 人家把闺女送来了 你看这怎么办呢 大奶奶乐了 哈哈哈哈 那怕什么的呀 啊 你看咱们结婚这么些年了 是不是 这个男子汉大丈夫 三妻四妾的 没事 啊 我跟别人不一样 大爷 您也别客气了 人家给您留下来的 就 就把他留这 刚才我跟他聊会儿天 这孩子可好了 说话也好 长得又漂亮 股方白手 这不行 这可不成 啊 那个 这样吧 打扫出一间房子来 啊 让他先住着 因为这会儿天也晚了 啊 有什么事过两天 再给他送回去吧 哦 那好 那好啊 规制出一间房子来 啊 让姑娘在那屋睡 大奶奶在这屋 这天晚上呢 顾芳啊 没上姑娘那屋去 在这姑娘 姑娘头天在这 也不这么回事啊 心说反正送来了 就跟这吧 连着好几天 顾芳啊 有事 就出去忙去 没回来 每天白天 就是大奶奶 跟他 今儿俩这聊天 做饭 一晃五六天 顾芳回来了 啊 问怎么样啊 吃得住的都合适 都习惯吗 那挺好的啊 也来好几天了 估计你也想你爹妈了 咱们呢 回去看看你父母 哎 连大奶奶一块 这三口人 就奔城外 来到这儿呢 老头老太太高兴 哎呦 太好了 哎呦 哎呦 这是人都起来 快来吧 快来吧 哎 进门来 坐了会儿 聊了会儿天 顾芳说 我呀 有点事 我先去办事去 待会儿回来 我在 接我这太太来 啊 她就走了 老太太挺高兴啊 把闺女叫边上来 怎么样 闺女 对你好不好啊 啊 在那儿过得习惯不习惯呢 姑娘满脸娇羞 娘啊 一直是我自己睡 啊 怎么呢 她没去 是啊 人家一天到晚就是忙 回来呢 也是跟大奶奶睡 没上我这屋来 大奶奶在那边听见了 您那别客气了 嗯 我们顾的爷说了 他不能趁人之危 今天来呢 就是为了把姑娘送回来 啊 嗯 大爷说了 找个好人家 他可告诉了啊 要是再把姑娘送回去 他以后就不回家 你们可不能坑了我呀 剩我一人怎么办呢 哎呀 老两口眼泪都快下来了 天下还有这样的人 这是个圣人 待会儿 故房回来 接着自己的媳妇回家了 事已至此 这一家三口也不能说别的了 晚上关上门 老两口子说 这怎么办呢 姑娘这抬出去 这等于是啊 出去旅游去了 三五天回来了 啊 倒是也没人知道干嘛去 接下来要实在不行的话 还是真得给孩子找个主了 怎么呢 十六七大姑娘身大秀长的 找找什么样的 得找好点的啊 而且咱家这日子我也看出来 没钱不行 谁娶我闺女呀 得有钱 要不然我孩子过去受罪 这我受不了啊 我不愿意 派人找去呗 各时候去问去吧 不那么合适 这天早晨起来 姑娘上门口倒水去 这一倒水的功夫 一看对面来了一帮人 正当中有一位 身后呢 跟着那么七八个随从 正当中这位有点意思 头上戴着宝兰段子的帽子 身上穿酱紫色的袍 看着显得那么有钱 但是颜色搭配极其的俗气 这张大脸呢 就跟一张饼似的啊 大鼻子头 这一看就是爱喝酒 酒糟的鼻子啊 鼻子头痛红 眼珠子挺大 但是白眼球多 黑眼球不盯点 什么样呢 就是鸭蛋上摁一黑痘 就这么寒沉啊 身边这帮人呢 看出来啊 很捧 很逢迎 这种 哎呀 就无意中 就看见倒水的这姑娘 爱娘 太漂亮了 姑娘好看呢 好看的什么程度 这小脸蛋就像一个煮熟的鸡蛋 在房间底下拿露水啊 又打了一晚上 粉盒子又转了一个圈 哼就那蛋清啊 就这个白里透红 就这个状态好看 这大爷看着看着 好家伙舌头伸出半天 现拿手望回柔 这一回头 这是谁呀 怎么好看呢 书中代言这位是谁呢 这可是个有钱的人 扬州来着一个富商啊 耿的也 到扬州一扫顶他都知道 老耿 耿的也趁钱 这回出来是上这儿啊 做生意 闲着没事 大伙带您逛街 散散心去 无意中瞧去了 这儿回去就问 给我问问 这闺女是谁 有人说了 嗯 这是老大饼的江戎的女儿 江爱娘 许配人家了没有 没有 到现在没有啊 太棒了 你给我问问 看着愿意不愿意跟我 那就打扶人去吧 来到这儿 跟老两口子一说 扬州大富商 耿的也 富克敌国 趁钱趁多海了呀 瞧上您闺女 要娶您这闺女 您看行不行呢 哎呀 老两口子说 扬州大富商是好事啊 见一面吧 好 见一面吧 老头去见去 找一酒楼 摆上一桌饭 江戎就来了 这一见面啊 这耿爹还挺客气 哦 一公道地 怎么呢 拿他当自己老丈人 一公道地 幸会 幸会 老头挺客气 兄弟兄弟快坐快坐 怎么呢 一看这岁数差不多呀 坐在这吧 吃饭喝酒 老头直作压话子 为什么呢 太寒碜了 岁数又大 比自个儿小不了一岁半岁的 长得又不好看 我闺女要跟她 哎呀 旁边好多人就劝 啊 这个岁数不叫什么事 而且来说呢 耿别疼人呢 家里有钱呢 老头想了半天呢 要是这样的话呀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跟这么一个人呢 我得要彩礼 那行 你要多少钱呢 老头心说 高高的要个价 给人要跑了得了 我要五百两银子 万没想到话音刚落 五百两银子拿出来了 给你 对人家来说 岩商啊 五百两银子 就不叫钱呢 啊 拿完钱了 这也没办法了 回来跟老太利说 那怎么办呢 啊 闺女也没办法 反正事到如今 拿人钱了 那就听人家的吧 选个好日子 耿的爷 派人来 接着自己的新媳妇 一起就回了扬州了 这个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啊 回过头来呢 再说说顾方 顾方在衙门口这啊 到今年 已经是第六年了 按说呀 不能待这么久 他应该是三年 就得转 慢说他 包括地方官 包括什么 不让你在一个地方待太久 过去都是这样 这个官啊 比如在这个 河北啊 什么保定 无论在哪 在这儿当县官 当三年 三年之后 呱掉到云南去了 云南又待三年 走奔新疆 新疆完事又回来啊 山西 为什么呢 就不让你在一个地方待着太久 培养你的势力 怕你在官场上啊 有一些个贪污腐败的行为 包括这些个 什么刑防疏力啊 什么底下这些个县整啊 什么的 甭管是八品的 九品的 也是如此 但是由于之前 顾方 在这个地方表现出众 所以说地方官 舍不得让他走 这样的话 他等于是留了一任 在此地待了六年 六年头上两任了 最近呢 他也掉了 掉哪儿去了 进京了 这回进京可不错 跟着谁呢 户部侍郎 寒的人 在寒的人这儿 做官 收拾收拾东西 带着自己的媳妇 归着好了 离了太苍州 进北京 到北京 见韩大人 以后就是您的下属 韩的人非常的好 好 韩的人也是 掉的京城来 时间不长 也是地方官进的京 跟顾方说 说以前 老听人说你了 今天没想到 你能跟我在一个衙门 非常好 是 大人您多多的指教 别客气 别客气 天子脚相 跟在地方上 是不一样的 咱们多加谨慎 忠心为主 是是是 大人您说了对 打这儿起呢 就在一个衙门口 跟着韩的人 这天呢 韩的人特意的 嘱咐顾方 我要出去一趟 出去有点工干 你呢 在这盯着点 然后有什么事呢 替我照应点 是 大人您放心 有我呢 哎 大人就走了 顾方跟着坐着 坐着坐着有点乏 你每天呐 公务繁忙 弄弄这个觉 睡得也不合适 顾方跟着坐着坐着 犯困 迷迷糊糊的呀 就睡着了 啊 这觉睡得还不错 其实是想冲个盹 但是睡得还挺实在 而且 迷迷糊糊还做了一个梦 跟着呢 就梦见眼前呢 祥云锐财 金光万道 紧跟着 啪一下子 金光散尽 出了一条龙 这龙到眼前这么一晃 顾方吓坏了 一激劲 哦 哎 难科一梦 做了个梦 哎呀 揉揉眼睛啊 就这会儿功夫 就听了眼前这儿 有人走过来了 啊 环沛叮当 有声音 赶紧站起来了 这一瞧啊 跟前来这么六七个人 啊 偷眼观瞧 又坏了 我失礼了 怎么呢 夫人到了 啊 一帮丫鬟着 后边还跟着几个 呃 府里边的佣人 正当中 簇拥着一位夫人 甭问呢 在这儿没有别人 这是韩的人的夫人 赶紧站起来 往前来 医疗医生 跪下了 鼠立 顾方 应急来迟 请夫人 恕罪 有失礼 什么意思 我不知您哪儿过 啊 我这个失礼了 这是规矩 官场上规矩啊 这帮人走到 跟前就站住了 尤其这夫人 半天没说话 老半天的了 你是 顾方 顾先生吗 正是 鼠立 顾方 半天没出声 就听了有人抽气 啊 顾方愣了 也没敢弄 心说 夫人怎么哭了呢 就听夫人 接着说 恩人 快快 请起 啊 吓一跳 这才一抬头 再瞧夫人哪 哎呦 不是外人 卖大饼 姜荣的女儿 姜爱娘 啊 您快起来 是是是是 站起来 站起来就愣了 之前听人说过呀 啊 说姜爱娘啊 跟了个有钱的主 跟了这个 扬州一个大富商 走了 当时自个儿还想了 挺好 啊 这也算是 有一个好的归宿 怎么今天 她又变了我们 这个夫人了呢 这个闹大饼家的孩子 还会变戏法啊 这个怎么回事呢 这 就愣了 夫人擦擦眼泪 顾先生 你也觉得纳闷是吧 哇 是 我这 没明白 您 哎 说来话长 怎么叫说来话长呢 他确实啊 是跟着去扬州了 他不是跟着耿子爷一块走的 耿子爷是先去 啊 回家之后好安顿一切 他俩人呢 他俩人呢 差了这么几天 后边的人哎 才把这个爱娘 嗯 接到了 阳中 回去之后呢 耿子爷 操办自己的婚事 高兴啊 这个岁数了 又娶小媳妇 尤其长得好看 又狗狗 又丢丢的 太棒了 大操大扮 赶等到洞房花烛的时候啊 喝完酒了 一进洞房 新媳妇那坐着 红猪高挑 新媳妇还带着这盖头啊 这过去一掀这盖头 差点没吓死 里边坐着自己那大太太 这大太太有外号 瓷老虎 坐在这 听说你要娶媳妇啊 你瞧 是我不是 怎么呢 消息走漏了 大太太不干 好家伙 就在洞房里边 把梗子爷这顿打呀 嘴巴子跟不要钱似的 屁着怕吃 这顿打 打完之后问你服了吗 我服了 你怕了吗 我怕了 你以后还敢吗 我再也不敢了 走了 把那丫头给我叫来吧 把丫头叫来了 爱娘吓坏了 这一进门 不知怎么回事啊 哆哩哆嗦进来了 这母老虎瞧瞧她 嗯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拿手一直耿的爷 这是你干爹 我是你干妈 知道吗 以后咱们就是 一家三口 你就是我亲闺女一样 哦 孩子孤单跪去了 参见干爹 参见干娘 母老虎乐坏了 哈哈哈哈 你才叫一大闺女啊 那什么 那个孩子他爹 给孩子拿钱 哎哎哎哎 梗子爷打掉了牙 往肚子里边咽 本来说好了啊 娶媳妇 这突然间长了一辈 打这起一点邪心不敢有 可是这个家里边老有这么一个大姑娘也不是事啊 赶巧了 这个地方官呢 有一位韩的人啊 家里边有太太 但是太太一直不生养 太太不错 不行了 你再 哎呀 娶一个吧 啊 收过偏方 哎 消息传出来 母老虎说这是个好事 啊 你看我们这有一干闺女 这一说呢 韩的人还挺高兴 见了一面就同意了 这么着就把她娶过去 跟韩的人 两人结了婚了 没多久呢 韩的人太太呀 去世了 就把她扶了正 她成了韩夫人 又过了一段时间 圣旨下来了 韩的人有打地方官 进北京 这么着才一起进京 今天把这事一说 哎呀 故方乐坏了 这都是想不到的事情啊 啊 姑娘啊 哎呀 夫人啊 我也不是怎么称呼您了 啊 我我给您道喜吧 这可真是好事啊 太棒了啊 我也是刚刚的进京 伺候着韩的人啊 您别客气 咱们这就是一家子了 我还准备最近派人去 把我爹妈都接来呢 好啊 我也准备啊 那个给你爹妈送信 啊 也好久没见了 我还说啊 到北京接屯台玩了 这会儿行了 他更得来了 他姑爷姑娘都在 他两口子得来啊 派人去没多久 老头老太太接来了 老大抵着姜荣 带着老伴到这儿 又摆了这么一桌酒饭 韩的人两口子 古方两口子 江戎两口子 坐在一块 江戎很感慨啊 哎 姑爷 我说着就实在的话啊 这个事我真是没想到啊 我在道上跟跟老婆还念的这个事 说你说你说你玩 你这人怎么能这么好呢啊 您这份大恩大德我 无以为报 就把这个事跟自己的女婿念到了一遍 韩的人很感动 说以前光知道啊 顾芳这个人为人正直 我可不知道当中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啊 过了两天 韩的人呢 面圣 见皇上 跟皇上聊天 无意中就提起此事 皇上一想啊 天下还有这样的人 这可真是人中的君子啊 得了 破格提升 让这个顾芳 做了礼部侍郎 顾芳还觉得不合适 韩的人 你说这个本来我是您的下属 现如今跟您一样身份 韩的人说这个不叫事 应该的啊 你这样的人呢 十万里也难挑一个 您能做这个官 这个非常的好 让大伙知道知道 头上有青天 晚上咱们还得喝酒 咱们得庆祝庆祝 晚上又摆了一桌 坐了一块喝酒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顾的爷把杯端起来了 回头看他烙大饼子 姜荣 姜老太爷 现在不能喊姜荣了 姜老太爷 老蜂翁 咱们认识这么些年了 现如今您是荣华富贵 我一直想问你 你老说你有一个愿望 说打小就有 一直问你 你也不说 今天你得告诉我了吧 啊 您的愿望是什么呀 姜荣乐了 端起杯来 一饮而尽 嗨 我打小就这个愿望 我们家祖孙三代 都是干这个的 到现在我跟您说了吧 我最大的愿望 马上就实现 什么呀 我要到北京烙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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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